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直因数分解到标准分解式的记录方法 那我们要谈到直因数分解同时呢 我们必须来先介绍因数分解 什么是因数分解呢 我们首先将12拆成两个整数相乘 12可以拆成哪两个整数相乘呢 1乘12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1跟12是12的因数 那1乘12还有呢 有 2乘6 那2跟6也会是12的因数 在哪还有吗 嗯还有3乘4 3乘4 那3跟4也就是12的因数了 那你想想看要拆成这两个数字总共有三种猜法 那这里面就包含了12里面的所有的因数 那有没有呢可以变成是三个数字相乘等于12的呢 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12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再拆成2 6跟3 4 所以那你看一下 它的因数呢这里都有了 那2乘6的部分呢 6可以再拆 6可以拆成2乘3的部分 那这里呢 3乘4的话 4可以再拆成2乘2的部分 好了那这边呢是三个数字相乘等于12的 那有没有四个数字相乘的 有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拆成这样 1乘2乘2乘3的部分 好了那再来呢 我们有个问题要问大家咯 那有没有哪一个因数分解里面呢 它里面就是直因数分解 什么是直因数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的因数里面 它都是直数 有哪几组 有的 这一组跟这一组 2乘2乘3跟3乘2乘2的部分 那我们这里呢 就可以把它记录成指数的方式 是2的2次方乘3 还有这里呢 是3乘2的2次方 好 那为了沟通无碍的话 我们必须约定一个一致性的排列方式 那我们这边就规定哦 相义直因数由小到大排列 什么是相义直因数 也就是说直因数不一样的直因数 但是呢它是由小到大 好像这个就是一样的直因数嘛 所以我们才把它并成指数的计法 然后2跟3是不一样的直因数 好这个由小到大 这个是由大到小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一个部分呢 来当我们的记录方式 那一旦有符合这样子的我们的约定 一样的排列方式的时候呢 就叫做标准分解式 好了那我们再来一个18用刚刚的方式来分解 我们先把它拆成两个两个数字相乘 1乘18 那所以1跟18呢 就是它的因数 再来呢 2乘9 那2跟9呢 就是18的因数 再来呢 3 6 18 那3跟6呢 是18的因数 所以你看哦 1 18 2 9 3 6 还有其他因数吗 就没有了 这个是18里面的所有的正因数哦 好 那这样的方式呢 再来我们继续拆解 那我们可以把它拆成是三个数字相乘的吗 可以的话就把它弄出来 好 18可以拆成 1乘18可以拆成 1乘2乘9 或者是1乘3乘6 那2乘9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2乘3乘3 那3乘6的部分呢 可以拆成3乘2乘3 也就是6把它拆成2乘3的概念 那继续 那可不可以拆成4的 好 那一样的问题呢 有哪个因数分解 权威指因数分解 有的 哪两个 这两个 好 跟刚刚很像 但是又不太一样哦 这边是2乘3的2次方 那这边是3的2次方乘2 那记得咯 我们约定呢 要由小到大 相义的指因数 由小到大排列好 这样子我们沟通起来呢 比较不会有问题 才不会一个人讲这样的方法 一个讲这样的方法 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对不起来 我们在讲什么了 好了 有一致性的沟通方式之后呢 我们就说这样的一致性的约定写法呢 称之为标准分解释 再来我们来看看课本里面的题目 第一个 66我们要将下面的数字分解成标准分解式 那6乘6 我们可以先想成把它拆成两个数字相乘 用因数分解的方式来处理 那里面还可以谁再拆呢 11可以吗 11不能再拆了 它是一个直数 那6可以再拆 那就把它拆成2乘3的方式 那看一下都是直数咯 所以呢 这样子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 完成了吗 哦 等一下 要先想看哦 有没有有小到大 有小到大 有 这样子我们就是完成了标准分解释咯 好 再来315 招了这个数字这么大 想想看前面我们教的倍数判别法 嗯 看一下 末位数 个位数是5 哎 马上就想到 它一定是5的倍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先除以5 那它就可以变成是5乘以什么 好 63 那这时候63 6加3 是3的倍数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63可以再拆成是3乘以多少 3乘以21 所以这时候315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5乘3乘21 那21可以再拆 3721 所以呢 它就变成是5乘3乘3乘7 好 那我们把它写成指数的形态呢 5乘以3的2次方乘以7 嗯 这样写完了吗 等等哦 记得 除了要把它变成是指因数分解之外 还要记得 有没有有小到大排列 看一下它的底数也就是它的指因数 有没有有小到大呢 没有哦 所以换一下位置 好 这样子 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了呢 有了 这样子标准分解式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要来找找看哦 最小公倍数跟最大公因数要怎么找呢 那这边我们要利用指因数分解法的方式来找最小公倍数以及最大公因数 好了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有两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它的最大公因数跟最小公倍数呢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哦 12 我们将12先做指因数的分解 那它就变成是2乘2乘3 对不对 好 那它的标准分解式就是2的2次方乘以3的1次方 那再来呢 18的指因数分解呢 它会是2乘3乘3 那它的标准分解式呢 就是2的1次方乘以3的2次方 那这边呢 想看哦 我们将我们的2跟3这些指因数呢 由小到大排列 而且一样的放在同一区 所以我们把这个3移到后面拿了哦 那这样子分开来 那我们就要想想看哦 这边我们要求的是最小公倍数 最小公倍数 那这时候是不是 我们两个一样有的 然后重点是倍数就是要放一样大 有2 然后呢 这个它有2我没有 所以要补上去 所以呢 就是要有两个2 那再来呢 我们的共同都有3了 一样了 那3下来 但是呢 这边呢 少了一个3 所以要补进来 那因此呢 所以总共呢 我们要几个2 我们要两个2 两个3 所以我们对照一下标准分解式的这边看起来 好 2跟1 它不够 我们要一样大 好 所以呢取2 这边呢 取最高次方的下来 那所以我们的最小公倍数就是什么 2的2次方 乘以3的2次方 就是4乘以9 等于36 那最大公因数呢 我们是怎么取的呢 因数因数 公因数就是两个共同要拥有的因数 所以有共同有一个2 有一个3 所以2乘以3的一次方 所以就等于6 好 那我们用这样的想法去结合短除法来看一次哦 我们来看一下 最小公倍数 我们用短除法的除法要怎么做呢 好 看一下咯 这边呢 公倍数 大家都有2 把2提出来 6跟9 那再看一下哦 6有2的因子因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2提出来 那剩下多少 6提2出来会剩下3 但是9没办法提就照超 你看这边就没有东西 因为9在这里了哦 那再来呢 3跟9有共同的3的部分 我们提3出来 所以3除以3就会变多少 变成1 9除以3会变成3 OK 再来我们再提一个3出来 好 其实呢 你看哦 说跟你们的短除法不太一样 我们取到户值就停了 其实我们这边要带了一个概念就是说 其实你应该取到这边都剩下1之后 2乘2乘3乘3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小公倍数了 那只是后 课本提到的方法呢 就是简易一点 不用再这么复杂 到户值的时候就可以停了 OK 好 那么呢 再来我们就可以写程式 好 记得哦 最小公倍数是中括号 所以12的跟18的中括号 就是求他的最小公倍数 就是2乘2乘3乘3 好 那如果同学们在短除法的时候 不用半别什么时候算完的话 你其实可以用老师的这样方式哦 让他的到最后呢 这边算到是1的时候 全部都是1的时候 你就可以停了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呢 好 那再来我们来谈三个数字的最大公因数跟最小公倍数 好 一样的呢 我们先将12拆解出来哦 拆解直因数分解 他的标准分解式是这样子的哦 那18呢 是2乘3乘3 那20呢 是什么呢 好 是2乘2乘5 所以他的标准分解式呢 是2的二次方乘以5的一次方 好 好 这边呢 我们呢 由小到大排列 把同一样的呢 放在同一区 所以18的3呢 我们移到后面来 再来20的5呢 移到最后面来 然后呢 把它划分区域 划分清楚 好 那首先我们来求公倍数 好 最小公倍数来咯 那大家都有2 把2拿下来 那这边也有2呢 也可以拿下来 那这边18没有2 我们就补给他 补一个在这边哦 就变成大家通通都有了 变成一样大的数字 倍数倍数 就是要公倍数 就是要一样 大家一样都有的东西 都倍数 好 再来3的话呢 那20没有3 那我们就补给他 那补几个呢 因为19 18有两个3哦 所以大家通通要有两个3 那再来他有5 20有5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有5 变成一样大公倍数 所以呢 我们的标准分解式呢 公倍数的标准分解式会是什么 来看下来 那这边有几个2 两个2 所以2的二次方 好 取3的二次方 再来5的一次方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 你看一下哦 取最高次方 有没有 好 所以我们的最小公倍数 就是180 你看把这个乘开来 4 9 36 36 36乘以5 就是180 好 公音数的话呢 这里的公音数看起来 还有吗 没有了 三个都有的音数 就只有2而已 那其他有吗 没有 所以他的最大公音数 就是2 好 我们接下来结合我们的短除法 好 看一下咯 好 结合这边哦 他们都有2的音数 所以是2除以2等于多少呢 6 12除以2等于9 20除以2呢 等于10 你看短除法就记录在这里 那再来我们可不可以再拿2呢 其实是可以的 即使有一个也没有关系 好 我们提2出来之后呢 6除以2呢 就是3 那9不能呢 就照抄着 就不动它了 那10可以除以2呢 好 就等于5 其实呢 我们这边其实用短除法 再进行这三个数字的直因数分解 有没有 好 好 那接下来再来咯 好 这边呢 还有谁 有3跟9 都共同有3 我们就除以3 3除以3 就等于1 9除以3等于3 那5呢 除以3 没办法除 我们就放着 再来呢 这里还有一个3可以除 那我们再除以3 就变成1 好 我们这边采取呢 比较简易的 比较清楚的方式 我们不用快速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我们就是让它除到最后都是1的时候 我们才停 好 这边除以5 那这边就变成1 好 这边都是要1了 我们全部把它分解完成了 那所以我们只要把左边这边的数字 全部乘完 其实就是它的最小公倍数了 有没有发现呢 对不对 好 所以12 18 20的最小公倍数就等于 2乘2乘3乘3乘5 也就是这边 有没有 短除法这里 2乘2乘3乘3乘5 OK 这样同学会了吗 好 那我们就进入课本 请问下列各组数是否护值 那刚刚我们没有谈到护值 这边跟大家教一下 护值 什么是护值呢 也就是两个整数 最大公因数是1 我们就称为这两个整数护值 并不是两个数字呢 都是直数叫护值 而是这两个数字 它的公因数 最大公因数是1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它为护值 我们来看看9跟25 有没有公因数 9是3乘3 25呢 是5乘5 有吗 没有 它们的公因数就是1而已 最大公因数是1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会跟你说呢 9跟25是护值哦 那12跟33呢 12跟33 来想想看 突然发现 1加2有3 3加3是6 哇 它们两个都有3的公因数呢 那还有其他的吗 没有咯 它的最大公因数是3 所以是护值吗 就没有护值 那同学们这样子 知道什么叫护值了吗 那护值我们通常会应用在哪里 分数的时候 当分子跟分母没办法约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护值的时候了 OK 第二题 我们要来求下列两个数字的最大公因数 最大公因数 也就是要两个共同有的因数才可以提出来哦 那我们看一下126 180 看一下它的个位数 嗯 它的个位数 都是偶数 所以我们可以提出2来 那126除以2等于63 180除以2等于90 那再来6390 嗯 加起来都是9 那是不是3的倍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3提出来 好 63除以3等于21 90除以3等于30 那这时候再看一下321 30 又是3的倍数 所以可以再除以3 好 到这里呢 7跟10 还有公因数吗 没有咯 他们的公因数是1 所以就不能再提了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说126跟180的最大公因数就是2乘3乘3 就等于18 好 再来呢 第三题 我们来求下列三个数字的最小公倍数 最小公倍数 好 那48 60 72 都是偶数 所以我们可以提出2来 那得到24 30 36 好 他们一样都还是偶数 可以再提2出来 那就得到12 15 18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12跟18都有2 所以呢 我们还是可以再提2的哦 那15呢 我们就可以照抄下来咯 好 再来咯 6 15 9 这时候 哎 为什么还可以提2 因为我们把其中一个有偶数的呢 提到不能再提为止 那剩下的是315 9 再来提3出来 那3 好 就于1 就3除以3就等于1 那15除以3就等于5 9除以3就等于3 这时候还可以提谁呢 再提3 再提5 我们这边呢 还是用我们刚刚前面教的方式就提到剩下一为止 我们才会整个就停了 以免你还要去记说 哎 要两个共同有的还是什么三个共同有的 这样太麻烦了 很多同学会搞不清楚 我们就把它提到不能再提为止 用止音数分解的方式来处理 好 那 好 那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也就是2乘2乘2乘3乘3乘5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2的4次方乘以3的2次方乘以5 或者是把它乘开来等于720 那我们的最小公倍数这样就求完咯 那么我们这一堂课标准分解释以及最大公因数最小公倍数就上到这里咯 好 同学要记得回去再把课本的题目算手 那这边你就可以会计算了 下课咯 谢谢各位同学